假設我今天 一般是這樣 假設我今天會有資料 那一般user 端給你的資料 通常都不一定是 已經是資料庫的資料 第一個你要怎樣 如何把不是資料庫的資料 變成資料庫 那通常會這樣的 第一個你要先分析它的結構 大概就是123吧 這邊有一個換行 或兩個換行 然後123又一個換行 那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一般的習慣 會先把沒有結構性的資料 先丟到有結構性的一個應用程式 那哪一種應用程式最簡單 其實最後選來選去 還是用什麼 用Excel最簡單 所以Excel這個時候 有的時候Excel裡面 你要再處理資料 把它變成有規則的資料的話 其實可以順便配合VBA 再跟MySQL結合 這個地方應用的也非常廣泛 所以如果沒有規則性的資料 你要先把它規則化 然後再傳到MySQL 那傳上去之後 假設我們今天 等一下以這個當範例好了 那我要怎麼做 上禮拜好像跟各位開個頭 第一個就是先怎麼樣 把這個先轉成Excel 然後再傳到那個SERVER端 先建一個資料庫 建好成語資料庫 再利用PHP來查詢 那其實你可以用 我們原來這一個 上個禮拜做的這個程式 稍微做修改就可以 大概修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查詢的清單 這邊有查什麼 書名作者出版社 那我們可以改查 也是剛好三欄 成語關鍵字 然後解釋例句的關鍵字 名稱稍微改一下 那他不就抓到一個關鍵字 再丟給MySQL 找找看有沒有 有 再丟回來 讓我在哪邊顯示 在我的PHP上面顯示 所以PHP有點像是一個什麼 橋樑的角色 反正我就丟 那我就丟給誰幫我查 丟給MySQL 所以他們之間是 Match的非常好 那為什麼PHP會跟MySQL 搭配的這麼好 其實我覺得 當然PHP你說要用別的資料庫 一定沒有用MySQL來好 為什麼 因為上禮拜我特別講 他要很多PHP 專門為MySQL 量身訂做寫好的函數 一行就可以把別人要做很多 行的事情給解決掉了 那你以後 可能你們老闆會說 那PHP能不能跟什麼 Oracle Seql Server這種點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可是呢 畢竟呢 他不是同一家 同一家產品 所以 會非常的麻煩 比如說他要灌Driver 還要連結 他連結了自傳的語法 因為他沒有 特別為Oracle 或Seql Server量身訂做的語法 所以會變得非常麻煩 比如說像我們上禮拜 這個 PHP A02這邊 他這邊就是 連結資料庫就在這裡 有沒有 其實 如果你是買Seql的話 他連結就這麼一行 但是如果你用別的資料庫 恐怕 就沒有這麼簡單 選舉資料庫 然後再下Seql 然後再查 再去丟給那個 丟給什麼 丟給那個 買Seql幫你查 查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 最後的結果了 就再把它做輸出 那我想這個部分 上個禮拜有講過了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 查詢系統 稍微改一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如果希望改成什麼 把這些 本來是查書籍的 請你幫我 改成 查成語 查成語 或者是說 這邊還有一個問題05 這個是我在那個 Eseql VBA課程裡面 也有講到 你也可以查什麼 這個問題05裡面 也可以查 不過這個 可能欄位數會比 剛剛還要更多 而且比數的話 也更多 這裡面的話 欄數好像有12欄吧 比數的話 大概有2500筆資料 比如說裡面有哪些 有那個 業務人員 產業別 產品 數量 還有什麼 建檔日期 等等這些欄位 那總比數的話 大概有2500筆 減1 大概2499筆 這個可不可以上 Myseql 當然可以 也就是說以後 我覺得你們要應用的應該比較多的是 第一個 先把資料 大部分都是給你的 應該是 Eseql會比較多 要不然就是 給你的是一個 什麼的 不是Eseql 的一個檔案 但是你可以把它 先轉成 Eseql 再丟到 Myseql 建資料庫 我想如果你有資料庫之後 後面就好解決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先試著把 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開起來 然後再做一個修改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然後把畫面先還給各位